哈囉 大家好 我是楊曉玲 如果你喜歡在台灣的故事的話 別忘了要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祝你成為人中龍虎 那你那麼會說話的祝福你在新的一年 胡說八道 希望你虎笑龍吟 希望你虎落平陽 2021年太動蕩了 疫情來的關係 大家過得好像不是很開心 連那個台灣的代表字 他們選出來第一名叫宅 宅 第二名叫缺 小鈴派給我們這個重要的任務 是 那就跟著我走就對了 我帶你去這個南投竹山 體驗現在最厲害 大家最喜歡的露營 讓你成為最潮的陸友 不只南投竹山 還有 聽說彰化二水這個地方 有最接地氣的遊戲 還有吃到飽的大餐 美女 你好 你好 我想要問一下 你們這邊有一個有名的 吃到飽的大餐在哪裡 大餐喔 嗯 在這裡的啊 走 我們都吃大餐嗎 我在圓一個夢 圓一個紀錄台灣在地精神的夢 我在找一群又潮又Chill的人 跟著豪平大片一起出發吧 走入竹林變身最潮陸友 跳進黑泥田來場最接地氣的遊戲 還能享用意想不到的吃到飽大餐 這是一趟開啟美好來年的旅程 出發總要有方向 走 我們到中台灣去 回家來啊 為了要能夠吃到彰化餓水的隱藏版大餐 我們特別請到一位餓水專家 這厲害了 知道滿漢全息在哪裡 過年就是要吃滿漢全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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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稱呼呢 叫阿公就好了 阿公 這麼親切 阿公 因為我們今天是為了要吃所謂的 吃到飽大餐 對 要怎麼吃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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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先來玩一下我們家的在地上 傳統的外人 你看這裡 游泳 游泳 不一樣 幽大小 拉大繩 拉大繩 拉大繩嗎 以前我們小時候都在玩這個 是我們訂枸機嗎 還是會有人跟我們一起 我剛剛已經找了 你已經找了 我已經找好了 你已經找好了 我剛剛已經請里長 把所有人都Cue過來了 有需要這麼大陣仗 我們等一下就點兵點將選起來 好 好那現在是說我們現在手邊 已經有幾位精挑細選的隊員 他們會成為我們的拔河隊 我們先看一下中關 戰力很不平均 不好意思我們在錄影 你可以 這就是撐吃不起來 要不要這樣 我們分配這個隊員 我們剪刀石頭布 贏的人自己選一個 然後把另外 隨便選一個給對方 還可以指定一個 指定一個給對方 好來 所以現在剪刀石頭布 來 剪刀石頭布 你看笨死了 我要選村長 然後我再送一個吃給你 剪刀石頭布 笨死了 可惡 我看一下 這個 平常有經驗的 我覺得這位看起來 比較有經驗 對 就是他 但是從方便人的笑聲來看 我選這一位 這一位給我 那你要不要把那一位就給我 剪刀石頭布 你看笨死你 多罵一下 沒關係 我說陳大天 這實力會不會有點太懸殊 雖然是我自己全運差 但是泥地拔河 我們都沒玩過 輸贏還很難說 好 來 大天跟豪平 對喔 我們這裡要比賽 我們要吃大餐 要三餐兩餐 三餐兩餐 三餐兩餐 三餐兩餐吃 跟定台繩子一樣凹在地上 這是你人生中 會被抹得最黑的一天 我跟你講 下次都不怕人家抹黑了 準備好了嗎 等一下 準備就這樣 準備好了嗎 好啊 來 吹煞燭就要開始了 OK 他有棒 他有棒繩子 他有棒繩子 真的不行啦 我是被拉著跑的 我哪有棒 雖然啊 我沒有放繩子啦 你看看 我們是整組直接被拖走耶 我連想奧波的時間都沒有 就被秒殺了 沒關係 交換場地之後 我相信科學會勝利 我跟你講 我們要用物理 槓桿原理就是 那個力舉長的話 就不怕他們的力舉短 對… 這樣稍微往後一點先這樣子 好 來 有了 我們科學會勝利的 好不好 準備好了嗎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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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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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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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瞬間有馬上融入餓水的感覺 它完全是一個破冰的遊戲 就是你跟這些人可能平常並不認識 那你瞬間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大家玩在一起 然後大家張在一起 然後一邊笑笑 剛才怎樣 連結了 對 全部bounding在一起 這很棒的一個接地氣的遊戲 剛剛講說這個大餐 大餐是贏的人才可以吃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們現在要問一下阿公 阿公這個大餐到底在哪裡 跟著我走 不是 阿公我走 餓水 雖然說有贏的可以吃啦 但是輸的賠啦 賠吃 我跟妳講 餓水的人就是這麼樣有人行為啦 好 賠啦 吃飯吃飯 去吃飯啦 阿公 不願意 你說要吃飯嘛 對 要用餐嘛 要用餐來到這裡 你就去蒸 有什麼工具 有沒有什麼工具 這個看過去 我看半天也看不到 我們只能搶劫攝影師 真的是搶劫 他這個是給我們拿來打婚攝影師 然後從他們身為 三花東西 這個 給我一番東西 那我們有多久時間 賞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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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計時啦 這工具超難使用 你看我們這裡 你這個是撐桿跳的嗎 會不會那邊 那邊看起來比較油 我們是不是要餓一整天了 好像沒有隱藏版美食 也太隱藏了吧 至少先把這個 這裡鬆鬆的搞不好會有喔 把它挖出來 我們一看就知道是那種 沒有見過市面的都市小孩 怎麼辦 還是這個是給我們可以吃 就是天竺鼠的那種東西 這個耶 就試試看嘛 這怎麼吃 我現在有點後悔跟他一對 比較綠油油的 比較能吃吧 這看起來比那個質感好多了 好玩 這個 吃花 你看多麼浪漫的一件事情 花應該是不太能吃吧 上面有果子耶 花包之類的 怎麼會有東西在 有吃的東西會在上面 啊 還是會有魚 用搓的 10秒 這太難了啦 好挫折的一個早上 好 買賣回來 你買幾行 你說什麼 這算是一行 這個小白花 重點是我看到它上面有果實 這一顆一顆的 這個可以吃嗎 可以吃 可以吃 這個可以吃 可以吃 接著就有龍蠔 有龍蠔 但是 它的果實 綠色的可以吃 蛤 電豆可以吃 有毒 有毒 但是如果紅 紫色 雞色的 色 可以吃 這人可以吃 好 可以吃 OK OK 你就可以這樣放了 可以吃了 然後我都丟了 那我跟我開玩笑嗎 再來 這看起來可以 這看起來可以 這 這是咸豐草 咸豐草 含豐草 大花咸豐草那個嗎 鬼針草 對 你做的整種 這是咸豐草 這個葉子 對 芳芝芽草 你娘 你是說 你是說 你是說只有這樣 對啊 換我 這也在講 蕨類 蕨類的 這就是 貴鳥 過貓 過貓 過貓有吃過 吃過這個 那這也可以講嗎 這個可以 這個是野餡 它的火 可以炸 它可以炸 這麼萬能 這麼強 幾層都可以吃 這鍋子給你 用這鍋子 你怎麼吃 剛才都沒有 都沒有 說會不會突然間 撐竿跳飛上去 他在關 這個是可以吃的 你把它打開 你不要打開 這個厲害 釣到了 釣到了 這就可以吃了 好 很香 鄉村 是很新鮮的那種 大自然 一般都矮化 都用手材 我們農場一個觀念 每一棵樹都讓它不休點 讓它自然發展 因為我要把這個 本地區 經過那個開發的地方 跟火學堂來炸 八地松林的概念 就是讓這個形態 還有火學堂 我們不去開發 那個狀況 阿公我們試試看 你慢慢 你慢慢 自己慢慢弄 我們重新協力 有了 就是這個意思 來 扭轉 有了 釣到了 好有成就感 一個早上 我們現在很開心 這一整顆 我們全部幫你拆下來 不用拆 不會 要弄全部 我整個這樣 太有成就感了 我們要吃多少 再多少 然後一開始聽到找菜的時候 我的第一個感覺是 他如果敢這樣講 應該超容易找 對 就想說我在超 今年已經開始學習做菜了 但你看到所有東西是 根本就是 又是全新的開始 陌生的 又是全新的開始 來 大小豬 你的圓箱剛才給你 就是要挖這個 蛤 蛤 這什麼 這個嗎 這個 我們這個 和這個葛藝金 有藏的地方 為了就有了 看得出我們疑惑的表情嗎 我們 都市小孩 我們至今還是不知道 他到底要挖什麼 這吼 我們小時候 哇 這個好大一通 哇 這個好 阿公 你留一些給我們挖 我們覺得這很出名 再挖 這個體驗我們就知道 其實光匠鏟也是 需要一點技術 對啊 平常看影集裡面 就是它埋屍體的時候 盜幕 大過年的 長手埋屍體 累了 斷掉 看到了大根的 你怎麼一看就知道它斷掉 真的 你被壓斷了嗎 對啊 你太斜了 好像都挖到 至少要把它的另一半挖出來 把我的另一半挖出來 不是說剛剛你弄斷的 那個另一半 哇 不只挖到葛藝金 旁邊還有滿滿的薑黃 有密集恐懼症的觀眾朋友們 注意囉 吃多少 採多少 這一欄薑黃跟葛藝金 絕對夠我們吃了 阿公啊 我們一整天又是拔河 又是採菜 拔豆腰了 可以吃大餐了嗎 吃飯了 哇 開心開心 我們的年菜 哇 很豐盛耶 先吃飯 先吃飯 這個飯就是有薑黃的耶 我們剛才餵的那個 薑黃粉就直接 包覆在那個飯器上面 然後吃起來就甜甜的 QQQ 但一般如果是怕吃薑什麼的 這味道真的還好 它不太好吃 不會說很重的 那種濃濃的味道 它是 甜甜的 好 很漂亮 對啊 然後在外面如果當年菜 就會說 還有招財的效果 有啊 紅色的招財 這剛才那個葛藝金 葛藝金 好脆喔 沒有 從未吃過這種口感 QQ 它有點介於到是 馬鈴薯跟角白筍之間 合體 它合體了 最驚訝的是 當上菜的時候 這些東西還可以做成這樣 竟然可以 還這樣子料理 我最喜歡炸底線 野線 就直接這樣 這上面是經過什麼 薄粉然後去炸 好好吃喔 咬下去 它竟然裡面的那個材質 是長成這樣 裡面是一顆又一顆的 這是堅果 堅果 小種子 小小的種子 吃起來 吃起來我覺得都是很意外 但是你吃想不到 咬下去是這種口感 太不淡的感覺 對 這個鹹蜂草 這是野菜 最野的野菜 平常大家只吃 只看到大花鹹蜂草 是拿來玩鬼真草 吃起來怎麼樣 哇 它那個鹹蜂草 那個香氣 配合蛋 它一咬下去馬上就直接 有野菜的感覺 真的有野菜的味道出來 這一道我真的很推薦 如果有來這裡的話 一定要請阿公阿嬤 做這一道給你們吃 因為那個 不是那種調和出來的味道 你只要再聞到那個味道 你就會記得說 OK 這就是當年我在 那個菜園裡面採收的東西 才會有的味道 因為都市根本不可能 看起來不錯耶 欸 很香耶 人家說比我蓋豬 它是錢桌 它不是最好的 我說我比它比較好的 我精神很豐富 可以利用台豬人的人 它是最富裕的 錢桌 才會玩耶 那那個 我們父母也沒吃 可是感覺上 我們剛進來的時候 就是這個地方 這麼多寶庫 這麼多資源 你好像也沒有什麼鎖起來 沒有 沒有把它封起來 對啊 這就是我希望說 這個台豬人 開放給大家 日外的這個地方 日外的地方 他會提供 就說 哇 日外這裡 很爽快 日外我有損失什麼 日外 把好的空氣做 你把它收回去 我沒得了 你也可以利用這個方向 有兩點 有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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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請 日外這個農點 就是 夢天看笑 聽風 再來 想好 想過去 想過去 我們會好的 想好的 不想不好 對 會想好的事情 你會更快樂 所以你的生活 長命百歲 你就改變 我覺得不敢講說 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有辦法改變我們人生 或個性什麼點 可是會讓我們提醒 原來生活可以這樣子過 有一個還滿值得學習的部分 就是他對這個世界上面的 任何的森林的想法 原本可能看到桌上有螞蟻 你就第一時間都市人的想法 就想要把它解決掉 可是透過他講完之後 你就覺得 好像不要殺害他 我覺得這是可以 在離開這個地方之後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做一些改變 其實我們也很少就提到說 愛護自然 到底為什麼愛護自然 因為你只有愛護他 他才會 他才會照顧你 才不會有很多的反撲 什麼的狀況 所以像我們前面講到 宅這個字嘛 就是其實對於 阿公阿嬤他們來講 這地方 他們宅在這裡 對天就是他的屋頂 然後土就是他們的地板 然後他們也不讓外人 好像有一種被阻隔開的感覺 反而我們全面開放 外人呢 尊重他們所住的地方 對 結果更喜歡這個地方 我小時候在這裡出事 比較大 跟這個地方 其實我都沒有離開這個地方 吃到最後出事外面看 我才發現到說 原來我們生活這個地方 是很好的地方 以前我們這裡有些傳統農業 還補充住 像米店農業有傳統的 再來就是什麼 我們很多年輕人 還回來的我們旗水 雖然說不是賺錢最快的行業 但是最好生活的一個行業 2021年因為疫情 讓年度代表字 宅有點負面 但在阿公身上 宅純粹就是家的意思吧 在動蕩不安的疫情裡 家的安心感 顯得迷足珍貴 但今年還有另外一個代表字 缺 聽說到南投竹山 有位潮男能填補這個缺喔